今天带来诸葛亮 新要爱的排位赛 装备名文在视频的最后 刚上来清理完兵线 直接来帮助中二少年 亚瑟肯定不会为所发育的 因为他前面伤害很高 一般来说 中二少年很难有机会发生 但我们过来资源就不一样了 拿下一血 亚瑟也不能太嚣张 前面先踩两脚减速 再东风破打出被动 这伤害是很高的 等我们回中路的时候 刚好吃到兵线岂不美哉 诶别别别 大哥我路过而已啊 还好我带着调和 不然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转眼间到达四级 清理完兵线啊 顺便打出被动 看看队友怎么说 大乔妹妹我是真想救 可对面人也太多了呀 这群禽兽 等队友传送过来 再打出成敦伤害 刚才四成被动没有浪费 太久没玩诸葛亮 找不到感觉了 怎么抢人头都不会 大招锁定长血冬皇 还差一点就很尴尬 不要着急哦 还有一手东风破 哎呀我头裂开 剩下貂蝉妹妹 没有技能先让你一下 等我中二少年过来 嗯你再给我跳啊 哈哈哈哈 那前面都太下饭了 就当做开胃菜 野区过来支援一波队友 公司里妹妹看到我 还是非常明智的回去 不然我还真不敢过来 嗯 东皇太医放着我来 让我找找感觉先 我信心你个信心 哈哈哈哈 拿完蓝buff 先清理完兵线 一群抠脚当上对貂蝉妹妹动手 太不矜持了 猪鬼亮带上被动 慢悠悠的过来 你看看 是不是轻松解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追女孩子 你得送礼物嘛 比如说一颗小小的被动 中二三年一顿蛇皮操作 我觉得我要来一个漂亮衣裳 哎呦我真的是 真就给挡下来 我头裂开 那公司里妹妹一顿蛇皮操作 一二连招 不要啊 游戏体也很差 想偷个懒buff 三个人过来阻止 只能先溜一波 那亚瑟什么意思啊 追我 看把你能的 草丛里等他一下 二技能灵性走位 躲过大宝剑 回头东风破 看到敌方的血量 我感觉机会来了 锁定大招踩一脚 终于给我刷新大招了吧 接下来全部交给我 猪鬼亮要秀起来了 貂蝉妹妹听到这句话 瑟瑟发抖 这猪鬼亮也太猛了吧 比吕布厉害多了 集合推波中路 达摩看到公司里妹妹 再也忍不了 上去一套黄我飘飘拳 等狼力王出现 猪鬼亮再也没有威胁 直接锁定抢个人头 刷新被动 貂蝉又在调戏中二少年 你有本事冲我来啊 欺负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我还顶得住 顶得住啥呀 我不来你就没答了 金森刚买 我们来验验货 如果是假的还能假一赔十呢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压设出来清理兵线 没有这种说法的呀 达摩还是一套黄我飘飘拳 加上我龟派七空送你回老家 少了一元大将 肯定要集合推一波的 对面也很聪明 开心守高地去了 头上不拎不拎 我以为狼力王不敢出来 真就对我一顿毒打 这个才两个技能 我雪然就见底了 什么鬼伤害 大乔妹妹给了个套套 讲道理晚了点 全靠诸葛兰硬都不行 回家补给状态 再传送回来 大乔可太贴心了 过来再利用小野猪 打出两个被动 这很关键 东皇吸住达摩 我没有看到 杀红了眼 我的我的 那诸葛兰准备牺牲小我 月塔对貂蝉动手 左右反复横跳 这魔人的小妖精 精神差一秒钟 可惜了 最后一波团战 直接开心了上高地 高地你开心吧 对东皇动手 先消耗半血 那就比较轻松 给我们刷新被动 后期孙上香 随便点几下 公顺利就长血了 那接下来交给我 这回你挡不下来了吧 剩下貂蝉 一点办法没有 最后赢得的比赛 来说一下 诸葛兰的名文出装 再调和心眼闷眼 出装的话 抵抗鞋 吸血书 回响 猫子 水晶杖 金生 好了 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不愿的 请点赞声的转发 如果再来关注 小地坚坑 记不记得 我们下期再见